这一块这样就好了 接着比它大的那一块也把它画出来 这是第一块对不对 然后比它大的那一块就是一样 先画小一点等一下再把它放大 这样 那这样看起来不太对 因为它是下面比较小的 比较大 那同学呢就是利用比例开始来做一个缩方动作 按一下S S是快捷键嘛 然后你可以这个时候可以缩吗 然后这个的话按S来放大它 那我就可以倒过来了 我刚才是方便要取得上面 它的那个大小关系 那我看一下这样像不像 好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是OK哦 那只是说高度你需要微调的话 就是在用S 那我们单独按一个Z Z就是上下吧 你看它可以这样说 那我再用G Z稍微挪一下位置 这样就可以了 好所以今天开始很简单哦 那这里 这个怎么办哦 这个就不要再说了哦 同学呢 你调到一个程度之后 千万不要再说了 你直接按TAP键 直接把这个面往后移就好 TAP键 然后点选第三个级别这个面 然后直接用G 然后这个是Y嘛 因为是绿色 稍微这样移动就可以了 好那现在同学呢 看着这个简报的这张照片 先做出下面那个方块 跟上面那个方块 那我们目前进度是只有这样 好现在请同学开始 画面画给你 好同学那现在我们做了这两个方块之后 我要怎么把中间这个弄凹呢 我把中间弄凹 同学按TAP键进入到编辑状态嘛 TAB是进入到编辑状态 这个同学知道 好那现在我自放大一点 好TAB是编辑状态嘛 那下一个操作呢 你就选到那个面 然后按一下什么 I I就可以做内缩面 这个叫插入面 然后再用E E是挤出嘛 所以 请同学呢 利用I跟E就可以解决了 那我们现在选这个面 按一下I 那我现在在记事本里面 你要在这里 你看这样是不是可以缩一圈 然后按一下E 这样就缩进去 可是缩进去到底缩到多少呢 我不知道啊 同学按下Z Z是什么 Z的话就是 线框显示 所以 你知道会这几个字就可以了 同学按一下Z 然后按一下线框显示 Z会跳出这个面板 你看一下这个面板 那我们选线框就知道 原来我这个面已经跑到这里来了 那我用G G是移动嘛 那你这样子乱移 我们要朝向Z方向 所以同学呢 GZ就可以这样移 那大概移多深 这样大概就可以了 同学看简报那个图面 那这个其实我凹进去 好那现在请同学呢 做完这一段 这一段应该也没有什么难度 只是提醒你呢 再复习一下 TAP今天是编辑嘛 I是插入面嘛 E是挤出 Z是可以做线框跟着色切换 应该叫实体吧 同学看Z的时候 他会这样切 Z 然后有实体跟线框切换 又切回来了 好现在已经开始 这个因为他都靠快捷键在操作 所以我这里有装一个小软体 那同学有看到 假设我按下左键 他就会写Left Click 那我现在按TAP键 他就会显示TAP键 所以大概也可以看出 我是在做什么 好那我现在按了中键 你看Middle Click 好那大概是这样 如果说你不知道我是怎么做的 可以参考左下角 那我稍微停留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简报这里 刚才坐到这里嘛 那同学呢 请看一下这一张 这张的话呢 他的意思就是 你要把四边 有这个形状做出来 那他其实就四个方块而已 那同学先画一个方块 再把它扣成四个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怎么 在这里扣一个方块呢 还是用这个工具 同学先离开TAP键 你要离开 为什么 因为这是新的啊 跟刚才的无关嘛 然后准确的落在这个 这个角落这里 这样画出来的东西 就是对的 因为他会刚好在这个角 这样 大小我们可以用Z再缩嘛 可以用SZ 缩一下 然后GZ GZ 这个应该记得 变成这样 然后GX GW嘛 GX就是 GZ是上下移 对不对 GX是左右移 GY 往后移 好那这样大概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看到简报这里 接着他看起来比我们粗 那你就可以利用S 直接放大 然后再用GZ 用SZ去调整 好那这个就比较像了 像这样 接下来他四个角 他的边是有倒角的 是有倒角的 同学回想一下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出边的倒角 我们看一下上次这里 这里全部都有 可以看一下 Ctrl V 就可以做出 有没有 平的棱角 Ctrl V V就是Bevel V就是Bevel 所以Ctrl V就是配合中间去做 那我们现在要对这个左手了 这个小方块呢 同学呢 就对他做一个TAP键 编辑他 然后我们去选择编 这四条 那其实我Ctrl是按住的嘛 才能选到这四条 你现在人在编里面对不对 好他选中了之后呢 就Ctrl V 你在移的时候呢 你会发觉他会有这个形状出现 我再看一次有没有 选这四条边 选这四条边 然后Ctrl V 调整一下右边那样 可是他会把那个都 就是这个侧边会连动 连动到 所以你可能一条一条来 像这样会比较快 就拉动一下 那当然四条平行边有四条选择的方式 我等一下再介绍 同学先这样用手感挑一下 这样就OK了嘛 好现在我们先做一个小方块 然后做到那四边都这样 如果一次要选四条边的同学 我等一下再介绍 现在请同学先试试看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小方块做出来 好现在画面交给你 接下来呢 同学看这个字叫Ctrl L T 左平行边选取 我就退到还没有做的情况下 现在我只是一个方块在这里 同学Ctrl L T按下去 然后你仍在边的情况下 你仍在Tab键里面嘛 不在Tab键里面当然不算 那我们现在Ctrl L T按着 点这个边 一次就选到四个了 所有平行边一次选到 然后再Ctrl V 然后去调 它就会有 就这样而已 这样就做完了 所以这个蛮快的 那你调完之后 这里还是可以继续调整它 譬如说它的外形啊 你觉得不对 这个都可以去改它的数字 这叫浮动面板 同学刚才有印象 倒角浮动面板 那这要调什么 透开一下我继续调它的宽度啊 不满意的可以调 外形什么分段这个都可以调 好 那暂时就做到这里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一个变成四个 把它乘以四 你要Tab键离开 才可以做复制 你不可以忍在里面 Tab键按一下 现在呢 这个已经变成独立了 我们目前呢 把这个选取 变成这种调校模式 然后就可以点到这一块 然后同学怎么复制四个 就Ctrl 同学我们看 刚才上次这里 我们今天有新学平行编选取 然后再回来看这里 就是所有的操作 这里都有记录 那同学要复制的话 就Ctrl C Ctrl V就可以了 就是用传统的复制法 然后Ctrl C Ctrl V之后按下G 然后再按一下Y 为什么是Y 因为这个方向啊 好接着选这两个 你需要按住就可以加选嘛 然后再Ctrl C Ctrl V 然后再按一下G 然后这时候往X方向 X 它就移过来 好这样就做完了 应该没什么难度啊 现在请同学来试试看 看这个简报的那个形状 我们目前是做到上面四个出现 上面四个出现 同学看要到这里 有没有什么问题 画面还给你 那连续边选取是什么 连续边就是连在一起的边啊 叫做LT左右更简单 就少一个Ctrl键嘛 好那我们现在拿一个球 来测试给同学看 假设我升一个球出来 那球的话同学呢 你就用添加 同学我们上次 有用一个动作 叫Shift A有印象吗 Shift A就是说 让你的选单可以随着滑鼠走 那同学呢 这里可以键网格的UV球 这个 然后我们把它移出来 同学如果习惯3DMAS的移动轴 请按这个按钮 如果你喜欢用G的 就按G都可以 这是3DMAS移动轴都会知道 好 然后我们这个按Tab键 强制进入嘛 就是现在已经在这个边线里面 那我选一条边的时候 我按一下CtrlLT加这个边 它会选到所有的平行边 可是我只要LT按住点这个边 它就整圈的叫连续边 有看到 这叫连续嘛 连续边 都是连在一起的LT CtrlLT是平行的 所以我们刚才这个 四边的原理这样做 接下来我要示范一下 上次的布林预算 不会的 你先不要用数来做 你在外面先练一下 然后再进去 这个Tab键先离开 好 那我要做一个方块给它 这个时候我还是使用这一招 因为 这个可以在它身上画方块 我大概画成这样 等一下再让它重叠就好 目前是这样 对不对 同学利用移动轴 把它推到两个有相连 有相交 这样两个有相交了吧 同学看一下 这样应该有了 那我们现在呢 记得选这个球 这是三次布林预算的复习 这个同学一定要再做一次 选这个球 然后来找 你现在有在Tab键里面吗 没有 还是要提醒同学 你不可以这样 这样是错的 好 那选这个球 然后来到板手 去找添加修改器里面的布林 确认你的人是在插几里面 其他都错 插几就是挖掉的意思嘛 然后我们再利用这个吸管 去吸那个方块 因为我要插几掉物件 就是这个方块 等一下 它会闪一下 我应该有闪一下 它好像被咬掉的感觉 可是这样不算 你一定要透过套用 才是真的成型 套用在这里 有看到吗 套用 按一下 最后这个方块就可以删掉了 它就被它咬一口 有看到 这个同学 你做不太出来的 你找外面的做 可能会比较容易 那你外面成功了之后 这个树在 树叶在重建 那这一段请同学复习一下 那也复习一下这个动作 你拿这个球 在外面练习一下 LT 左跟Ctrl LT 左的差异性 然后顺便呢 做一个方块把它咬掉这样 终于在练习一下 因为等下成本这里 又要做布林运算